各位加入战斗工兵连 带领工兵连出身入死 饰演班长的就是 42岁的艺人赵俊雅 赵俊雅形象阳光 被封为新一代永远的班长 没想到他竟然会对女友动手 但是他哪里不太爽的时候 有点不对就会变一个人 赵俊雅前女友爆料 2002年在美国和赵俊雅交往 还提供了赵俊雅年轻时的照片 赵俊雅因为动手 被美国警察积压了33天 起诉书上的名字就是赵俊雅 最后法院判决入监16个月 隔年被驱逐出境 赵俊雅不想回应往事 但是前女友不断爆料 赵俊雅上个月就在脸书留言说 我还好挺得住 没有的事就没有 要粉丝放心 你刚刚退我跟他 他掐我 抓姐我看到了 抓姐 他掐我 去年1月 赵俊雅在台北街头怒推远警 原因是交通管制 赵俊雅开车被拦了下来 赵俊雅突然间抓狂 和远警发生冲突 就好像前女友形容的状况一样 赵俊雅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 赵俊雅在法庭上认罪道歉 最后赔偿15万和解 前女友形容赵俊雅发完脾气之后 都会温柔道歉 但是不知道哪个时候又会失控 赵俊雅接连出状况 让她的演艺工作伤害很大 董贤俊雅在台北报道 上映足球大师兄呢 黄一飞悼念舞梦